王大使 我不要做人 我要封后其门了 先来概括下漫画主要内容 开篇诸葛轻忠于报仇一巴掌扇翻了王爷 然后相互一段中二发言活跃了气氛 让许久不见的二人马上关系贴近起来 然后诸葛轻便进入正题 掏出手寄给王爷看飞机上的视频 表示为了防止正式视频流出 公司费了好大的劲 你说吧 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是一直独自硬抗着的王爷 其实也快挺不住了 表示确实需要找个人倾诉一下 思绪回到当时的飞机上 陈金奎找到王爷 想要开启最后一次考验 对风后奇门的渴望 已经让他彻底丧失了人性 他走火入魔不顾一切 只求最稳妥的方式一定要赢 而王爷无奈表示 孩子你真是无敌了 落地就交给你 但是陈金奎已经不信王爷了 表示你现在就逮给我 王爷怕事情闹大表示 现在先让陈金奎坐下 他现在就写 文言陈金奎这才稍微回复点理智 王爷却手足无措了 如果真写下来给了他 那么陈金奎避风无遗 在飞机上画无畏望 整个飞机都得给他陪葬 不给他画就要动手了 而动手 第一秒打开封后奇门 第二秒飞机就冲出奇门范围了 所以只有一瞬间的出手机会 根本没把握一瞬间就拿下陈金奎 而且因为飞机的快速移动 导致他根本没办法用万斤拖 但是已经没时间给王爷思考了 因为陈金奎已经掏出了六妖金钱 准备动手 王爷被逼无奈 只能施展手段将自己和陈金奎搬到了飞机外面 王爷这手段真的是有点强的过分了 原来这才是画无为王 这大概不只是八门搬运就能做到的 更像是他们离开了原本的世界 王爷施展封后奇门之后 画面给了一张黑夜 这代表他们此时已经不在原来的世界 等飞机离开后 他们再次出现在了原地 这其实和之前王爷给诸葛清展示的手段有些类似 王爷把自己和陈金奎带出了原本的世界 让他没有机会影响到外界 但还要同时让二人在空中停留 最终安稳落地 实在不简单 之前一直揣摩的 陈金奎是因为大罗洞关侵入气局才疯掉 但如今看来 哪怕没有大罗洞关 陈金奎遇到这些也完全会疯掉了 对比一下陈金奎三次抢夺石头的表现 他对封后奇门的持念是逐渐加深的 第一次机会 贪成 凭自己本事夺石头 还会顾及到对王爷是否出手太重 第二次机会 招魔 因为素承金经不惜瞎了右眼 但人依然还算敞亮 守得住底线 第三次机会 封魔 不见封后奇门便誓死不休 直接抛弃了自己作为人的底线 陈金奎和王爷两个人的表情很有对照感 一个因封后奇门陷入了池 一个被封后奇门拉入了尘 从陈金奎最后的封魔程度也可以看出 当年周圣重回武当没能讨回封后奇门 正是遭遇了这样的状况 封后奇门这鬼东西 让人看了一眼遍什么也顾不得了 其实从王爷的态度来看 如果陈金奎还有一丝理智 下飞机以后 他真的会把封后奇门交给他 一心找他麻烦的数字门门掌 王爷是真的拿他没辙 即便是这一次糊弄了他 后续陈金奎的形势也只会更加疯狂 而王爷的态度 以及看陈金奎的表情 已经像是在看一个疯子 如果不是因为周边的乘客 王爷真的会立马教他 但他没有把握 大概这时候王爷还没有那样的手段 王爷最后的这个面相也很是微妙 所谓悲天悯人的神态 眼神中又流露着一次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决然 或许就是在这个状态下 王爷把封后奇门又突破了一步 但王爷是真拿陈金奎没有办法 即便是应付了这一次的陈金奎 下一次 在下一次永远不知道陈金奎会做出什么事来 所以王爷只有两个选择 就像当初在碧游村对马先红那样 一出手废了他 而给他封后奇门让他自己封 对王爷来说 最好的选择自然是第二种 但不知道大罗洞官是否会有出场 从剧情上来看 陈金奎因大罗洞官或封后奇门发疯 其实各有好处 被封后奇门整疯 可以直接展现出八奇 既作围曲乱之术的恐怖 被大罗洞官弄封了 也可以正式亮相最后一门奇迹 拉诸葛清进队调查 当然还有第三种可能 奎也最终依旧是个体面人 三次集会之后 他真的不再纠缠王爷 是被封后奇门的诱惑和自己的执念逼疯了 但无论是哪种原因 王爷背负着封后奇门都没法随便见人了 曾经他说张楚兰被卷进来一辈子不得清静 现在他自己也遇到了这样的局面 同理 诸葛清现在也知道了一些了不得的事情 这是他是没法具体上报给公司的 那么诸葛清会怎么办呢 八奇迹的确厉害 但对八奇迹后人们来说 惹上这样的手段真不是什么好事 所以做各预测 二属会在最后的结局里 天道会回收这些原本就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奇迹 喊给他们原本的清静 以上内容纯属分析猜测 请大活理性讨论切无较真